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下午的2点48分 跌255点 最多跌了295 这25天来跌最多的一天 从低档涨上来跌最多的一天 从低档涨上来跌第25天 这25天里面今天是跌最多的一天 整个时间周期我在上礼拜一直提醒你 22天 23天 24天 听有就听有 听没听没你还要问啊 听不懂你不问 然后在那边瞎猜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等一下再来说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礼拜五 美国股市是呈现下跌的 而且跌的还蛮多的 道琼跌了533点 那达克跌了0.92% 费城报道题跌了2.4% 那为什么跌 当然还是在利率的问题身上 美国确定升息 时间表 虽然说鸽派希望留到2023年 可是鹰派的在礼拜五提出 不排除2022年就让它升息 那升息时间表往前提 但鸽派还是比较多啦 我个人认为要在2022年就升息 可能性不高啦 可是鸽派分量 拉升之后 那么对于股市来说 就是一个负面的 所以你看道琼 我比较关心道琼的部分 虽然说纳斯达克 现行还不错 还在高档 分成报道题 现行也还在高档 可是道琼已经跌破了 三个月的低点 这一点你不要忽略掉 道琼已经跌破三个月低点了 这一点你应该税离得还可以 这一点你一定要小心才行 那美国的升息 话题一直被讨论 美元一定会升值 所以上礼拜一直跟大家讲 美元会升值 那美元会升值的时候 台币一定会贬值嘛 对不对 美元升值台币一定会贬值 那台币贬值 外资的资金就会外流 所以看外资从上礼拜三开始 礼拜三卖 礼拜四卖 礼拜五 礼拜五卖 三天加起来卖400多亿 那卖了400多亿 资金又流出去 那么对台北股市一定是不好的嘛 所以上礼拜在升息这个话题出来之后 我在节目里面特别跟大家谈到 升息所造成的一系列的反应 从美元升值到物价下跌 通货膨胀自然就会讲文 可是物价下跌的时候 原物料股一定会贬 所以上礼拜一直提醒你 原物料股首当其冲 你要注意 你看今天原料股 原料股的部分 钢铁股 今天钢铁股是不是大跌了 我有在拿衬吗 上礼拜就在拿衬了 上礼拜我已经拔了一天 今天拔了又要凶 今天跌得更凶 电信电燃股今天也是大跌 电信电燃股也是大跌 如果美元持续升值下去的话 这个效应还会在扩大 不会只有金属而已 今天纺织股也是一样 塑胶股也是相同的情况 所以如果这个话题 升值的话题持续被讨论下去的话 那么如果美元持续升值 除非美元的升值脚步停住 否则如果美元持续升值下去的话 这些原料股一定要税利 这是首当其冲的族群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原物料股如果跌的话 你想哦 原物料股如果跌的话 那买方是不是会缩手 对不对 因为你报价在跌 买方不知道会跌到什么地方 一定会退场观望 那买方如果一退场观望 那么相对的运费就会受影响 所以上个礼拜五 BCI运费指数跌了4% 已经开始有那个反应出来了 那今天韩股的部分 大家在抢当冲 根本不管基本面的 资金全部挤到那边去 韩股占了40% 资金挤到二线韩股去 散装货能转播涨停 很疯狂哦 原物料在跌 运费在跌了 可是资金使然 全部钱的贴 要税利啦 要小心啦 不要过头 前面的路况是如何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如果大盘在修正 美元在升值 原物料股再跌 这早盘动不会跌跌 大家一定会税利才可以 好台北股市的部分 整个时间周期 我在节目里面 一直算给大家看 从原本的9天的倍数 调整为12天的倍数 所以当时在这天 有跟大家讲过 反转两日会出现 果然出现之后 连长了24天 连长了24天 上星期五多多24天 我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数时间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 我没什么 都人说在这里背啊 已经讲那么白了 应该可以啦 对不对 今天是第25天嘛 马上就大跌一根出来了 跌12天 涨24天 double 今天开始一根黑棒下来 那现在这根黑棒下来之后 已经注定了这个行情 至少12天的回档 少折12天 多折24天 那大盘如果进入12天的回档 甚至于24天的回档 当然没有错 整个多头架构 长线多头没有变 可是行情一波 一波 一波 每当出现回档修正的时候 当然轮动还是会持续 还是会有接棒的族群 问题是现在位阶很高了嘛 指数在1700的位阶很高 你说回个12天 跌个1000点 其实小case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一天就255点了 在这12天里面 只要有出现4天跟今天一样的状况 那是不是1000点就有了 那大盘如果回个1000点 你说涨高的股票怎么会撑得住呢 是不是 所以逢高你要卖股票 甚至于把你的持股比重要降低 假设你原本是8成9成10成持股的 你要把它降低下来嘛 降到5成6成 手中要留一些现金嘛 行情下来你才有钱逢低再买嘛 甚至于布一些空单 用空单来保护多单 手中有多单有空单 用空单保护多单 空就空业绩烂了 在高档的 多就多 业绩好的 股价在相对底部的 本一比低的 所以每段行情的过程中 你要有不断的策略调整 你要有不断的策略调整 就好像在刚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的策略是不是跟大家讲 赶快快速换股 换到强势的股票 把钱给赢回来 对当时给大家10档换股的标的 全部都大了 除了华硕没有动以外 其他全部都涨了 是不是 那华硕没有涨 当然也就没有跌 今天大盘跌它就不会跌了 是不是 那涨到之后 起来三成 起来五成 你就要买 卖了把钱收回来 下一次重新再来 本来股票市场就是 买进卖出 再买进再卖出 再买进再卖出 不断周而复始 每次的交易 不管赚赔 到一段落结束掉之后 再重新开启下一次的投资 都去30% 50% 卖了钱收回来就对了 你看我卖国具 国具从393 涨到550 可以了 对不对 我卖的比较早一点 我卖的比较早 去就再去啊 不要再去堆就好了 是 上礼拜有 国具长 什么原因 外资出报告 外资把国具 目标价 喊到795 很多人听到 国具795 外资说795 快来买 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外资的报告 不会让你探紧 外资报告的总结 就是两句话嘛 把钱拿出来 放到我的口袋 就是这样而已嘛 写的文周周 很多专业的东西 到最后 魔鬼是藏在细节里嘛 那个细节结论就是 把钱拿出来 放到我口袋嘛 你看 你看5月13号 5月13号 外资降目标530 对 5月13号是哪一天 5月13号是这一天嘛 这一天是5月13号嘛 外资降国具的平等嘛 那降完之后 是不是就大涨了 对不对 你再看 你看我讲的有状态啦 你一定要认清啊 6月4号 外资又降国具的平等 砍到400次 你看6月4号是哪一天 6月4号是哪一天 6月4号是这一天啊 对 6月4号是这一天啊 一跌下来降目标400 后面马上就大涨 这样有状态吗 转确率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啊 好那上礼拜 6月16号 上礼拜是 外资降目标795 6月16号哪一天 上礼拜是 这天6月16号 外资升目标 对这天升目标 795 但你看到之后你可以堆 这样就下来了嘛 对不对 今天国具是不是就下来了 所以说你不要 一直那么相信 外资的平等 外资的报告 你要自己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才不会被人家牵的鼻子走 我国具510 535 已经开始在跌了 然后日本两大厂已经开始在跌了 我看到日本两大厂在跌 外资竟然去调高国具的目标 我都觉得里面有鬼啊 你看今天春庭制作所 又跌3.2% 今天太阳又垫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太阳又垫 今天太阳又垫 也跌不少 太阳又垫今天也跌了4.6% 更多 国具才跌不到2% 因为明天要除息 除息不见得当天一定会填息 如果释况不好的时候 填的时间搞不好会遞延 那当国际两大厂 春庭制作所太阳又垫 都在大跌的时候 国具流不出去了 国具流不出去了 那今天包含什么 今天包含 胜高 胜高今天也大跌 我们来看胜高 今天胜高 细晶园全球第二大厂胜高 也大跌4.6% 杏月 全球第一大厂的杏月 市占率30几%的杏月 大概35%左右 今天更大跌了5.7%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杏月的图形 因为这很重要的 这是全球第一大供应商 它的走势是举足轻重的 你看到的很多消息 不见得都是实情 股价的表现 股价的表现 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国际举足轻重的公司 你看杏月 今天大跌5.7% 我给大家看 这是杏月 这是杏月图形 杏月已经打回来 快回到 最近三四个月的低点 有没有 杏月已经打下来了 已经打下来 快接近这个平台了 那快接近这个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 环球金的部分 环球金有没有 一样今年的平台 一样今年的平台 杏月已经跌掉一半了 环球金还在高档 这样天主在说什么 所以你都要注意 这里都要注意 像这两天市场上面 还在讲 还在讲矽晶元的需求很强 你看今天 矽晶元最大的需求者 台积电 今天都被降平等 台积电都已经大跌了 3.3%了 最大需求者 台积电都已经降了3.3%了 都已经跌了3.3%了 环球金还在高档 环球金还在高档 刚看到全球第一大厂新月 已经涨幅跌掉一半了 那合金你就更要注意了 对不对 合金的平台 现在还在跌在最高档呢 还在几乎还在最高点 然后业绩还是最烂的 一季才赚两毛钱而已 你看环球金 环球金 去年赚了 三十几块钱 赚了三十块钱 环球金去年赚三十块钱 股价在九百 本比三十倍 算得不已经真贵了 环球金的本比 古年赚了一块钱 股价在快五十九 本比五十九倍 比环球金的三十倍 再增加double 环球金本比三十倍 已经很贵了 合金竟然快到六十倍 五十九倍 所以你要有危机意识 不要单纯只是看着股价涨跌 不要单纯只是看着股价涨跌 你看礼拜五的大量 今天丢人挠一半去 所有时候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是更重要的 所以国具不要急 要求的时候 买点到我在带你买 你看我卖彩晶 卖星象九百四 卖华通 卖双红 双红好像有点被洗掉 无所谓 你把我洗掉 反正我钱也赚到了 对不对 我还要我还要 没来 没来就算 我脚筷子做就好了 我一路在卖股票给你们看 你看拜五 礼拜五 上礼拜五 大盘还在涨的时候 返甲149初清 返甲这都探钱了 七八十块起来 149初清 在礼拜五的最高点 彩晶还有持股的 22.85初清 泰鼎还有持股的 60.5到61块钱出清 几乎都是礼拜五的最高点 那泰博 泰博这个就没有卖 就继续留 茂林有持股的 104附近出清 也在最高点 最高点在105 对不对 然后飞鸿放空 望久放空 阳明光放空 新巨科放空 但这个空点有些没做到 有些有有些没有 那有做到今天赚钱嘛 那没做到今天也不会赔钱嘛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我一直跟大家讲 但我没有全部都卖 基期低的 像泰博我也没有卖啊 陈德我也没有卖啊 这个都是基期比较低的 我就没卖啊 那快赛世纪目前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我上礼拜14基空担 我给大家看 都是有固定条件的 都有固定条件 业绩很烂 股价很高 高档解不开 爆量 高融资 低融卷 放空是有技巧的 放空是有技巧的 所以上礼拜五 我一直卖股票 一直卖股票 刚把礼拜五的讯号给大家看 我拜五的讯号就是卖股票而已 就是卖股票的 包含3227元像 我拜四月 礼拜四卖200块钱 今天元像剩下191 我上礼拜一直卖股票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 比较低基期的 不管是卖国具 卖3293新像 对新像900市卖的 我下来八百五又买回来 买我会再卖 对626财经 财经这次我们贪50%没掉了 240块钱没掉了 买我再卖 买起来 拜五还没掉 等买就好 我跟大家讲过 面板会反复打底 上礼拜五 外资卖财经 卖友达卖群创 对 友达卖了9万多张 群创卖了7万多张 财经卖了2万多张 外资在卖 外资要再打下去 我们就等下来会卖就好了 低 虽然低不到哪里去 等他打底打完之后 再来卖就好了嘛 对不对 没有必要跟外资硬碰硬嘛 那其实我也不是care外资 我比较担心 还是大盘的问题嘛 大盘 24天走完 开始进入一个12天的修正 外资进入12天的修正 我好整以暇 慢慢等好的隔壁 再来求就好了嘛 我就不用急着 现在马上一时半个就跳进去嘛 股票车路你要有节奏感 在攻击一波 你动作要积极一点 该卖的时候 你不要犹豫 贪的收路回来 输 小输也没关系 小输就是赢嘛 钱收回来等后一边的机会嘛 那下一次的机会到来 你要等待嘛 等待好的机会点 出现再来出手 但个股不见得会跟大盘同步 因为整个格局也还是在大多头 只是大多头进入修正坡 那既然是大多头 它就会有轮动 那轮动有些股票没有涨的 它就会有补涨的机会 所以你要做多 就会找这种的钩票 所以我说两个极端的操作 买就买底部的机油股 起码安全嘛 对不对 那如果轮到它 它就补涨了 那如果空就空 业绩烂的 股价再高档了 做这种双向极端 两个极端的平衡操作 好过都没败跌了 效果都不错 我们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大部分都跌啦 因为大盘跌了726加 涨了只有156加而已 所以几乎都是跌的 那尤其什么 尤其越是全值的 大盘子在揉 越是全值的 但越危险 台积电今天跌了20块钱 被外市降平等 跌了3.3% 光是台积电占大盘指数 就占了170点 那联发科就不用讲了 联电 联发科 日月光 这种全值型的股票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一定受不了 那南亚科跌了5.3% 美光上个礼拜 两天跌了快10% 对于南亚科 对于滑榜店 一定是冲击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一定是跟着 美国市场同步的 那联发科今天也跌了 4.8% 1千块站不上去 没办法 这种大型全值的股票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一定上不去了 所以今天电子股 像红海 红准 这种大型全值股 都没有起立的 面板在打底算稳 可是不要急 不要急 还有机会 可以让你脚小的 不要急 急得没效 对 今天忘记 今天会打跌6%了 所以上次摆摆 挡到百三顿团 你还要走 那百三顿团团很重的 要走 你看我原项200块钱卖 今天剩下191 茂林我104105麦 今天103.5 茂林算贡 茂林算贡 因为本来价格 位阶就在低档 而且北比只有八倍而已 所以这个跌不会跌很多 只是大盘指数 还有修正空间的时候 就尽量等低低的 等下来说 今天南地生风就很稳 下不来 因为北比只有七倍而已 那北比只有七倍 下跌有限 尤其医疗手套需求还是很强 水蟹就弄出去 那台光电 今天也算强 可是浪缩下来 高档量缩不是好现象 55%的行情走出来了 先退场 等好买点出现 要求高来求 今天电子有好弱 你看经验间大跌7.7% 这种起管的 哇 这种起管的 所以长高你要记得卖 我一直在提醒你 改天你拿刃的 我都给你拿刃 怕是怕 你看太多节目之后 然后连着宴讲的话 你又忽略掉了 忽略掉之后 到最后 你又做错掉了 你看太鼎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60一定会来 有没有 我在62 我62块钱已经走掉了 那有些会员舍不得卖的 我在礼拜有一个通知他们 60.5到61都出清 最高60.9 那上来量没差 所以该卖的时候 你还是要收资金回来 那华硕 我个人认为 这都要没多 因为本来就没有涨 然后业绩还那么好 所以这个我就不会卖 我240块钱 那我都赢的嘛 对不对 怎么样都一定赢的嘛 所以无所谓的 对国据我就不讲 刚才 国据一跌之后 全部被动引键全部下来了 对环球金 中美金 都下来 再注意哦 日本两大厂跌幅在扩大了哦 要注意哦 对 那你想要做放空的很好啊 想要做半咖的钱好啊 做一点放空的学习也不错嘛 股票市场有涨有跌 有多有空 你要看情况做 在多头攻击坡里面 全力做多 遇到空头市场 你一定要做放空 你还要赢钱 那遇到高位阶大盘修正的时候 一半多一半空 用空单保护多单 啊空单不是欧白空 你要有技巧的空 我找个时间再教你们怎么样做放空哦 放空其实很简单啊 只是个手法而已 首先你要申请融资融券 当你有融资融券资格之后 那你要做放空的时候 你要先询问一下你的营业员 某一家股票 假设你要空台积电对不对 你要先问台积电 有没有券可以借 原则上融资越多的 融券就会越多 因为券的来源是什么 券的来源就是 证券公司它的客户 用融资买进的部位 所以融资越多 它可以借给你的券就会越多 所以有券的话 你就可以跟券商先借股票来卖 等行情掉下来之后再补回来 这有空的时候 整个放空的细节 我再跟大家讲 要找什么 找业绩烂的 股价涨太高 本一比高的 尤其高档爆量 高融资低融券 对这几档 常常这有没有 业绩很烂 高档爆量现在没延期了 这也是啊 业绩亏损两年 高档爆量量没延期了 这下来都很快 爆量 尤其连续亏损两年 爆量量没延期了 这乱也很快 尤其高融资 散户套得多 到时候跌起来就会很快 这没什么 连亏两年 高档爆量量没延期了 当大盘如果再继续跌的时候 这种融资多杀多 就会跌得很快 这个也是啊 高档两个爆量 业绩那么烂 赚两毛赚三毛 股价六七十块钱 这支啥 这支就一桶 这支就一桶 你看一桶 对 今天是大跌了 今天是大跌了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图形 对 是不是大跌了 两个大量 都缩下来 尤其业绩很烂 对 一桶就在 我这张表格里面 我在这张表格里面 第一档就是一桶 第一档就是2009一桶 所以现在现阶段的操作 有一定难度 可是还不到不能赚钱的地步 涨也可以赚 跌也可以赚 就看你会做不会做 要做多 悬股很重要 你要找低基期 高获利 北比低 那轮到之后它还是会上 轮到它还是会上 我们负专线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祝您操作胜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时评估并次付投资风险